接下来看到在文化中心的水秀广场舞台 因为常年受到台风的影响 内部的木质隔板严重破损是有爱观瞻 另外戏剧馆外墙的瓷砖也剥落 很可能会发生杂伤人的意外 所以文化局今年决定整修 虽然舞台是钢骨结构 经得起风吹雨打 但是内部隔板却是木质材料 历经四年多时间早就破损不堪 尤其舞台常常提供演出 多多少少影响节目观感 因此文化局决定来整修 那个水秀舞台呢 基本上在100年的时候就已经完工 然后启用 它本身是一个钢垢的一个结构 是非常坚固的 但是在这几年的一个剧烈天后 我们会有那个台风 所以在内层甲板的部分 会有所谓的木板脱落被台风 侵蚀脱落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今年也就是在这一周到下周 我们会做一个估价 把这个破损的这个木材呢 整个把它拆除 然后并做一个所谓的粉刷的动作 让它的这个外观上看起来 不会这么的一个破损 感觉不舒服这样子 另外台湾戏剧馆的外观 也有大片磁砖剥落 不但影响景观也容易发生危险 所以文化局也会进行全面检测 针对有立即危险的墙面进行修补 我们文化中心已经30年了 事实上它的外墙钉挂 也已经有逐步脱落 那不仅仅是美观上的问题 也有安全上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我们已经在进行 所谓的文化中心的一个外墙的一个修补拉皮的动作 那我们会针对全面的一个外墙 包含内大厅的部分 去做全面检测 那针对会掉落或危险的部分 我们会把它打除 然后再重新再给它上那个钉挂的一个磁砖 那以维护这个安全跟视觉上的一个美观 相关舞台跟戏剧馆的整修工程 预计都会在今年内渴望完成 宜蘭新务记者张丽玲采访报导